海洛升起 吹响千古的号角 习乌炽热的海岸线上 体验传统捕鱼记忆的民众 无不摩拳擦掌 准备大显身手 离叶扁舟载着鼓网 破浪航向大海 陆续放下的鼓网 承载着众人的期待 岸上的民众可没闲着 分成南北两边 下海与大海拔河 蓄势待发 当然也是鱼群的生死痘 和一开始的气势相较 大海似乎还是占了上风 来回两趟累生四起 收网速度 显然赶不上鱼群投脱的拼劲 成果验收虽然不到满载而归 但也足以让大火却越不已 再怎么说 总是自己第一次从海上拔河来的渔获 你来做什么 捕鱼 捕鱼喔 那今天有捕到什么鱼 超多 就在那边 哼 捕鱼辛苦吗 对啊 你刚刚是怎么捕鱼的 你怎么把它抓上来 拔绳子那里的 这还有网子 希望让小朋友体验一下这种客家文化 因为比较都住在都市里面没有这种机会 想让他来摸一摸玩一玩这样 那实际体验的感觉呢 很有趣很有趣 但就蛮累的 刚刚拉网子上来这样还蛮累的 还蛮好玩的 捕鱼的人好伟大 千古是以前沿海居民的捕鱼方式 如今已经成为地方创生 延续传统记忆 衍生的鱼村观光体验 同时推广海洋教育 体验我们鲜明从这边海边 做我们的友善鱼的千古活动 那我们千古不一定要牵到很多鱼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来参加这个游客 给它知道说 以前的这个千古活动就是这样进行的 你会看到我们大家今天都很努力啊 所以今天渔货很多 虽然说在渔货有很多 但是跑掉也很多 为什么会跑掉很多 因为我们来的游客呢 它不是当地的居民 那如果是以前当地的居民 它就是知道怎么拉网 怎么拉绳 什么时候要快 什么时候要慢 顶着炙热艳阳 脚踩滚烫沙滩 手拉沉重鼓网 体验鲜明捕鱼的辛劳 已经近在不严重 记者陈欣为采访报导